好,亲爱的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6月1号,是我们6月份的话第一个交易日 那么这个周末呢过得有点长 上个礼拜五呢,Dowjins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三大指数 同时形成了这个V型的一个反转 也就是说明它强势反弹超过了0.618 那么从周线上来看,三大指数已经殊途同归 意思就是什么呀,它基本上走势是相同的了 我们上周也一直给大家讲趋同这个字 就是它一直在往同一个方向去走 那么前期的话呢,只有纳斯达克一个股 一个指数独强,然后另外两个指数走的比较弱 那么这周呢,在周五收盘以后晚些时候 和周六呢,有一个这个非常大的消息 大家也都看了,而且现在呢几乎每个人都在谈论 这个暴乱,那么暴乱来袭的话 美股何去何从呢 首先你说这一次的暴乱 22个周,30多个城市,这个同时暴乱 那么股票市场要大跌了吗 或者我们简单的说一句 暴乱等于股市一定暴跌吗 其实呢,市场它不是说简单的逻辑 暴乱就一定代表股票下跌 它最主要呢是要看资金的一个走向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这一轮的暴乱 主要是因为这个社会治安 或者说族群的矛盾 而它并没有上升到什么呀 就是推翻国家的这个现有的制度 所以说其实市场的这个安全性 它是没有变的 然后或者说我们美股的吸引力并没有变 全球的资金还是会回流掉美国 所以说如果我们说暴乱就等于股市一定暴跌 这个说法也欠科学啊 但是这一轮的话你看啊 这个股市的这个暴乱呢 确实对股市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看啊,基本上的话 这一轮这一次的暴乱 你看啊,基本上增加了多少人 首先有暴乱的人群 然后有警察,有军队 本来我们说经济这个重启的话 要求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也是要超过一米的嘛 但是你看现在这个大街上 我们看的从这个报道或图片上去看的话 人挨人 所以说你说这个COVID-19 有没有可能会复发呢 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需要去想的 会不会疫情这个再次感染呢 这个如果疫情感染的话 那这个股市就开始 我们就会有不停的这个反复 我们一直去讲啊 现在影响股市最大的几个因素 第一就是COVID-19 第二就是大选 第三呢 就是这个曾经香港的一个治安问题 那么现在美国同样有这个暴乱的存在 那么这个暴乱又有可能引发疫情的二次爆发 如果啊能控制到好 还OK 如果啊真的说疫情结束 或者疫情15天以后 或者一个月以后 我们看这个疫情会不会有这个爆发的可能性啊 如果疫情再次爆发 那股市肯定就有点危险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情况 那么第二个情况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公路两边的这些零售商店呀 这个零售业呀 都是本来他其实就是属于举步维艰的 因为几个月停工 然后生意就本来就很清淡 然后呢 这个时候很多这个小小这个 零售业的老板都是日子很难过的 现在又街边你看遭到这个打劫打抢 所以说呢 这个对这些小企业肯定是一大影响 甚至很多可能小企业都熬不过去 所以这个呢 给重启经济也是一大重创 那么从这里来看的话 这个股市应该会给它出相应的反应 通常情况下 我们回顾香港这个动乱和法国这个黄马甲运动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香港的这个动乱 这种打杂烧抢 抢烧闹革命 就反常 包括你说像那个欧洲的黄马甲 法国黄马甲运动 他们什么时候停止的呢 其实真正都是疫情停止的 但是当这两个地方暴乱的时候 第一周股市都是下跌的 然后第二周就会有反弹 然后第三周还会是基本上就是上 这个高开低走啊 或者低走高开的 反正就是属于一个震荡行情 它并不是说因为暴乱就影响股市很多 但是呢 市场一定会给出它一定的反应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 这个时候你说 遇到这种情况 很多人就替川普发愁了 当然了很多人也开心 会不会因为这个暴乱 川普就当选不了了呢 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11月份大选 川普为了做这个大选 也是做了很多事情 买了很多垃圾债券 美联储也这个支持 做了很多量化宽松政策 那么你说这个时候啊 出现这个暴乱 那相信会对这个川普 现在肯定是很头疼 因为这个动乱 你首先第一点 我要怎么去镇压它 我是采取温和的手段呢 我还是采取强硬的手段呢 那你想啊 如果我采取的是温和的手段 软弱的手段 有可能你就会控制不住 那实体企业就会可能损失更大 对吗 但是同样 假设我采取的是强硬的措施 严厉的措施 那这个时候肯定他就会得罪选民的 那很多民众就会不理解他呀 你不应该对我这么 对我们这么样啊 那这个时候选民可能就会 这个对川普的可能影响就会 这个或者说对他的好感就会 烟消云散了 或者说呢 这个时候你对他11月份大选的话 那可能对他就会有影响 对吧 因为你想首先 因为暴乱 股市是不是能够坚挺啊 市场会不会买他的账啊 那你说股市如果走跌的话 这一直是川普引以为傲的 那么你说基本上 而且大选都是前几个月就预热 如果这个时候出现川普处理不好 选民记住的都是他对这件事情的 一个处理的程度 如果他处理不好的话 真有可能就会影响他一个大选的结果 不过这个时候我们同样 在历次的这个 当遇到大的灾难 或者大的这个困难的时候 股市往往会有一个现象叫什么呢 叫丧事喜办 什么叫丧事喜办呢 你说这个时候美联储会不会 会从他的工具箱里拿出更多的这种量化宽松的政策呢 就比方说明年的复利率我就执行了 或者说曾经我们都说的这三万亿我就通过了 有没有可能呢 也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呢 就看我们这个接下来的话 他的一个抉择 但是呢我的建议是什么 或者说我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暴乱并不简单的就等于股市一定会大跌 但是这个暴乱肯定会对股市有一定影响 至少这周的话应该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所以我尤其那些什么行业呢 尤其那些像什么保险股啊 什么周期性的地产股啊 就是上周我们刚刚很多人都在疯传 我要买周期股 买这些航空股 买邮轮股 买这个股那个股 那些周期很多人都想去建仓了 那么这些周期股肯定会是风险很大的 尤其保险股 你想现在得赔多少钱啊 所以你想保险股的话 下周的话 它肯定风险是比较大的啊 但是你说要不要卖空 那你要根据它股票的一个具体情况 我们知道这种周期性的板块 或者说我们受影响比较大的 应该是Dow Jones或者标普 这两个板块会受影响比较大 那么像它这些上周上涨的那些股票 可能都会现在触顶开始要回调 那么接下来要受益的板块有什么呀 比方说什么电商啊 游戏板块啊 或者说那种黄金啊 或者什么的 就是这种受益于这个暴乱以后 很多人不敢出去 他就在窝在家里 窝在家里干嘛 那就看打游戏啊 看这个电影啊 或者学习什么东西 当然呢 从这点上来看 对股市就像我们这次疫情 也许还是一个好消息 是吧 所以呢 他应该说啊 暴乱的话 他并不是说直接就一定 对这个股市影响很大 但是肯定有影响的 我们要趋利 趋利利害 趋利利害啊 就是把那 把这个板块呢 研究明白 保险股的话 一般呢 那种周期板块就少做 像电商游戏的股票 你可以去做呀 或者说那些高科技板块 如果在家里的话 那些高科技板块 可能上涨的可能性 就会比较大 那么这个呢 就是对这个暴乱呀 对股市的这个影响 那么我们可以 这个指数 再给大家去看一下啊 这个标普500 非常漂亮 这是周线上的图 周线上的图 上周给大家去看 它正好是什么 在彩虹线黄色线 受到阻力位 这是非常明显 而本周的话呢 成功跳上彩虹线 黄色线 那么这个彩虹线 黄色线呢 这个一旦突破以后 那这个黄色线 就变成支撑了 那么因为这个暴乱 或者因为这个 这个情况发生 股价有没有可能回调 就是因为这个情况 我回调啊 我回调到彩虹线 这个黄色线 或者我回调到彩虹线 蓝色线 这个correction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的去震荡呢 或者说我们这是去测试呢 因为本来就是 现在股价在200均线以上嘛 那么对应我们彩虹线 那就是黄色线 蓝色线之上啊 在蓝色线之上 上穿200日均线 现在回踩200日均线嘛 那因为这个情况 可能就会围绕着 在这个彩虹线 蓝色线 黄色线之上 然后上下震荡 这个行情的走势 是比较多的啊 所以非常明显 现在最关键的支撑位 是2930点 阻力位是多少 你看 如果真的上涨的话 它阻力是3200点 3150点 当然呢 这个是周线上去看的啊 因为我们现在是一周的开始 所以大家可以从周线上 去分析一下这个股市 包括你看 看完这个以后呢 我们看一下Dowjones Dowjones它的周线 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看一下周线啊 从这上去看的话 它Dowjones的周线的话 它是现在正好在彩虹线 蓝色线上 然后还没有突破黄色线 这个呢 现在这是一个 关键的一个阻力位的位置 周线上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大的一个阻挡 这个是一个阻挡啊 所以我们去看的话 我们知道从这里起来以后 现在遇到这个阻力的位置 这是中期 那么我们再看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呢 现在是我们上周也讲了 它是一个关键的一个缺口 又是黄太极的这个位置 这个 咱们上周一给大家讲完以后啊 基本上股价就是在这个缺口之间在震道 这个缺口的有效作用 这个呢 就是指数从周线上去看的啊 然后结合着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暴乱 有可能股价会回踩这个日线上的我们说的这个200日均线 我们可能会去不停的去回调啊 就是correction然后上涨 correction上涨 周线上去看的话 现在基本上都已经突破了这个关键点位 你看道中恩斯现在是正好在关键的200日均线以上就彩虹线蓝色线200日嘛 那你看啊 它就围绕着的200日上下震荡 然后白色线是阻力 蓝色线这里是支撑 可能会有一个震荡 好吧 不管怎么样啊 大家知道股市的一个大概的走势受这个事件影响 但是本质 股票的运行的本质还是要看资金的流向 资金上周的话是从科技股流向很多周期股 那么本周有可能就会从这些周期股流向高科技股 还有那些 就是对 就是电商啊 游戏啊 这些高科技的这个板块啊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就行了 好吧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